接下来你听到的这个关于心经的解读 将会是有史来最准确的心经解读 应该没有之一 并且这个解读没有什么很虚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大白话 只要有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思维都能听懂 所以请仔细听完 然后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 为什么敢说这个心经解读 是史上最准确的心经解读 因为这个解读综合了以下多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佛教的禅修之道 因为佛教的核心在于修行 而这个修行指的其实就是禅修 二,大脑意识的结构和运行原理 佛教中的修行,修的就是心 而这个心指的并不是心脏 而是人的意识 对于意识的理解 能够让你真正地去了解佛教的理论经典 并指导你的修行 三,佛教经典内容的音译和意义的准确理解 这个是必须的 如果你对佛教经典中的一些关键字的意思都不理解的话 当然无法看懂心经 四,常识和逻辑 其实真正的佛教理论经典 都是建立在严谨的常识和逻辑上的 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能真正地看明白 只能将它神秘化 哲学化 然后云里雾里地忽悠一通 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地解读心经 首先开头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观指的是观照觉知 那么这个观照和觉知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我的手感觉有点痒 我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手上痒的这个感觉上 最大程度地去感受这个痒 这就是观照 自在 什么是自在 不受约束 不受控制 这就是自在 当我们在观照那个痒的感受的时候 会觉得好痒好难受 忍不住去挠它 这个时候想要去挠的心理和去挠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受到痒的感受的影响 我们被痒的这个感受控制了 所以这个状态是不自在的 真正的自在指的是你观照痒的这个感受的时候 感受就只是感受 并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这就是自在 观自在的意思是 你观照内心的某个目标对象 可以是念头 情绪 或是别的感受 但是你只是观照觉知它 不去评判它 也不要受到它的影响 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平等心 说到这 有些有禅修冥想经验的人可能就会说 咦 你这个说的不就是禅修和冥想的技巧吗 对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其实就是佛教修行的关键所在 但是很多喜欢去看各种或真或假的佛经理论 而没有任何实修经验的人 可能不太好理解 而有实修经验的人则会感同身受 因为我说的正是他们所经历的 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绝有情 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听起来有点懵 感觉挺陌生的 但其实它很形象 很好理解 觉指的是觉醒解脱 也就是佛教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境界 那么有情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对佛教有一定了解的话 可能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句话 一切有情众生什么什么的 这个有情指的就是有情众生的简称 而有情众生指的是没有达到解脱境界的人 比如我以及正在看这个视频的观众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觉有情 看起来好像跟菩萨不太搭边 其实不然 菩萨是干什么的 菩萨是普度众生的 这个度的方法就是将你引向佛教的修行之道 引导你走向觉醒解脱 我们常说什么观音菩萨 文书菩萨 这个菩萨并不是某个人的名字或者姓氏 它其实是一种职业的称呼 就跟我们称呼某某老师一样 老师是教书育人 菩萨则是传法度人 不过菩萨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当个老师还要考个教师资格证 菩萨自然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当的 要当菩萨 自身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 要么成为圆满解脱的阿罗汉 或者很接近这一个境界 不然的话你自己都没解脱 你都没搞清楚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你凭什么去度人解脱 如果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条路的话 那你更有可能不是度人 而是坑人 所以整句话 观自在菩萨的意思是 以平等心观照内心 可使众生走向觉醒解脱之道 而对这句话 很多版本的解读都搞错了 解读成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解读成某个叫观自在菩萨的人 这些解读都是错误的 并且错得非常离谱 行生波又波罗蜜多时 行指的是修行 什么是修行 就是前面所说的观自在的修行 生 生入 指修行 生入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波又 这个是传门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也是整个佛教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可以说理解了这个词 就理解了什么是佛教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 这个波又的意义是智慧 但实际上这个智慧 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智慧 甚至这个波又 其实都不是读波又的 范文版的智慧是Pajna 一共有四个音 这个发音不仅跟波又完全不像 连音的数量都对不上 而巴利语的智慧Pajna 看起来更像一些 并且音的数量是能对上的 另外 我们现在读波又使用的普通话 形成于清朝时期 而新经的成文时期 大致在唐宋左右 新经出来之后 过了一千多年 才有普通话 唐宋时期的观化 根据考证应该是客家化 所以这个智慧的音译 应该是客家化 对巴利语智慧的音译 如果我们用客家化去读 巴尔 读出来的发音是 巴尾 几乎跟巴利语智慧的发音 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的普通话 想要去修正这个问题 但由于普通话 本身发不出这个音 一是只能在 巴尔和波又之间纠结了 了解完智慧的正确发音之后 我们来正式地探讨一下 这个佛教中的智慧 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智慧在佛经中 一直使用音译 其根本原因在于 这个智慧跟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智慧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智慧 是因为它是我们能找到的 最接近意思的词了 那么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指的是高智商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现在一听到佛教 就跟听到门萨俱乐部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佛教所谓的修行 不就成了提高智商的训练了吗 这么看的话 佛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 应该有很强的推动力才对 显然不是 佛教的智慧以智商无关 那这个智慧是哲学的智慧吗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看一下 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搞哲学的人 都是比较悲观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非常乐观 问他干什么的 如果他跟你回答是搞哲学的 那他一定在骗你 他其实是搞笑的 有不少在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 甚至都疯掉或者自杀了 显然佛教的智慧也不是哲学智慧 那么佛教的智慧是科学的智慧吗 更不可能是 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才几百年 而佛教起源于2500年前 时间上都对不上 如果是的话 现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岂不都成了阿罗汉了 另外好像科学界的人 绝大多数都不是佛教徒 并且跟佛教也不熟 由此可见佛教的智慧 也不是什么科学的智慧 那么佛教的智慧到底是什么 以智商无关 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 其实你可以随意的发挥你的想象力 去想象这个智慧是什么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只要你能想象得到都不对 因为它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 也不是任何知识上或者是概念上的东西 佛教的智慧其实是一种意识状态 这种意识状态普通人是很难理解的 只有当你真正的进入到那种意识状态 体验到了你才能获得佛教所说的智慧 而想要达到那种状态 则需要通过修行才行 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佛法 所以对于心经的理解只能够让你了解佛法 并不能让你获得佛教所说的智慧 不过智慧既然是一种意识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对意识的理解 来了解这个智慧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要到下一句话的解读再说 因为下一句话所说的还是智慧 暂时先讲完了智慧 我们要讲下一个关键字 波罗蜜或者说是波罗蜜多 这个也是音译 你读着波罗蜜或者波罗蜜多都行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属性或者说是特质 但又不是所有的特质都是波罗蜜 只有能够帮助你实现觉醒解脱的才能够称为波罗蜜 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很流氓 这个流氓就是他的特质 但是却不能算作是波罗蜜 因为他无法让你实现解脱 佛教所说的波罗蜜是有特质的 主要有下面几个 布施也称舍离 有舍离波罗蜜的人经常会分享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人语别人骂你 你不会产生称恨想要去反击别人 甚至连气都不会生 实戒指的就是不破戒 精进 能够努力地去修行 禅定 指的是内心 也就是潜意识的清静和寂静 波友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智慧 在这么多波罗蜜中 其中波友波罗蜜是最最重要的 当波友智慧达到一定程度时 其他的波罗蜜自然也就会有 所以整句话 行生波友波罗蜜多时的意思是 当修行深入到能够拥有足够多的波友智慧时 照见五蜜皆空 照见指的是感受到发现的意思 整句话最重要的关键字是五蜜 五蜜指的是色、受、想、行、食 也就是色运、受运、想运、食运 这个五蜜的本质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人类潜意识中的五大工作系统 首先讲色运 色运在五大工作系统中 属于信息采集系统 有五个模块 分别是眼耳、鼻舌声 以各种角度从外界采集信息 然后传递给大脑的意识 以眼睛为例 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事物 是因为在外部环境中存在光线 这些光线照射到物体的表面 发生慢反射 其中有一小部分慢反射的光 进入到我们的眼睛 在眼睛的部分进行初步的处理后 生成原始的生物电信息 再传递回大脑的视觉处理模块 进行处理 才形成真正的视觉信息 到这时候 这个视觉信息会有两个去向 一个是传递给显意识 也就是让你看到外界的某个东西 还有一个去向 就是这个视觉信息 会被潜意识的其他模块处理 一是就涉及到了其他的另外四个运 受想行识 我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一个男孩子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在向他这边走来 一开始他通过色运 看到了这个女孩子的视觉信息 接下来 时运再处理这个视觉信息 识别出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再然后产生了非常喜欢的感受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贪爱 这就是受孕 产生了这些感受之后 想运就跟着起来了 这时候你就开始幻想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如果是我的女朋友多好 开始幻想着如何跟这个女孩子相识 成为男女朋友 以及后来的结婚 想着想着你的口水不自洁的流了下来 这就是行运 大约两分钟后 他刚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取好名字的时候 突然回过神来 那个女孩子好像走远了 一是下定决心克服内心的害羞和恐惧 勇敢的上去认识那个女孩子 这里面又是一轮的五蕴的运转 可惜的是那个女孩子通过色孕 看到了男孩子流口水的样子 女孩子的时孕 把她识别成了一个流氓变态 对男孩产生了害怕的感受 竟然产生了想要远离这个人的想法 所以当男孩刚去搭讪时 女孩直接跑开了 在这场并不太美丽的邂逅中 两位主员工的内在心理活动和行为 都是被五蕴所控制的 而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 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基本上已经被五蕴完全绑架了 讲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确定佛教所说的智慧是什么了 智慧指的是不受五蕴所影响 乃至让整个五蕴停止这种盲目的自动运转的能力 这两点有什么区别呢? 早期的修行是要尝试着不受五蕴的影响和控制 而到了更高深的境界 目标就变成了完全的控制五蕴 让它停止这种盲目的自动运行 我们普通人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凡夫 都是受五蕴所控制的 如果五蕴停止了自动运行 那又由谁来控制我们呢? 这个时候那个本我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具有佛性的真我 将会接替五蕴来掌控我们的人生 觉醒是意识到真正的本我是谁 以及本我的回归 解脱指的是从五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所以说佛教的智慧压根不是什么知识概念上的东西 它指的是你完全的掌控自己的内心 也就是意识的能力 别人常说什么佛教思想什么的 其实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错误说法 思想是五蕴中想蕴的一部分 而佛教所走的那条路远远超越了思想 所以整句话召见五蕴皆空的意思是 不再受到五蕴的影响乃至整个五蕴都停止蕴转的时候 度于切苦恶 其实这句话不用翻译了 几乎相当于大白话 但需要解析一下 痛苦是从哪里来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了解痛苦是什么 某个人说 我感觉到好痛苦好难过 这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感受 还有什么紧张 焦虑压力什么的 说白了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五蕴运行时的产物而已 当你能够不再受到五蕴的影响 甚至五蕴都已经停止了自动运转 哪里还有什么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五蕴皆空的时候 心经里说出了一句 度一切苦恶 其实佛法是非常符合常识和逻辑的 真正的佛法是可以做到像科普一样 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去理解的 如果你有高众生的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 去看各种的科普内容 能够很清楚的理解 但如果你去看各种佛经和佛经的解读 不管你的文化水平有多高 基本上都是一脸懵逼进来 一脸懵逼出去 其原因有两点 一种是目前传世的很多佛经 其实都是假的 有些是半真半假的魔改版 还有一些则是完全原创的瞎编 第二点是 除了极个别的真正实修的老禅师之外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佛经的教义了 都是在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 对那些或真或假的佛经 再做一次曲解而已 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做一些打假的内容 如果你们对佛教理论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关于我的所有解读 都是可以按照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去理解的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尽管提出来 其实真的很有可能会有疑问 因为如果真的认真思考 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 会想问清楚那个本我到底是什么 不过想要完全解释清楚的话 这里放不下了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人类意识结构的问题 以后再说吧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一期就先讲到这 信经前面的内容是最核心最关键的 当你真正的了解它时 你就真正的了解什么是佛教 对了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心经还没讲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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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